众所周知 平成时代共有两部 分别是中章和永恒 前面我们也说到 永恒虽然平分一般 但凭借砂糖的几分钟回归 又获得了其实电影史上最高的票房 可尽管如此 也不代表中章就不如永恒 反而从小城前面发起的投票来看 喜欢中章的小伙伴要远远多于永恒 可见中章确实有看点 此外小城还发现 有不少观众将中章称为心里永远的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小城就结合该剧的拍摄花絮 来看看中章称幻影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为何如此的不完美 一神鬼相遇 让人惊喜的是 这部剧回归的角色 全是演员真人出镜 不像后面的永恒基本都以皮套的方式登场 但要是没有砂糖的复约 永恒估计就一落千丈了 而在这部剧长版中 回归的主旗共有五位 分别是染了黑发的小尊 过上了神仙日子的傻神 走哪都带着胖子的硬丝 正在太空旅行的四载 以及刚完结不久的小医生 但此时的创期正在热播 因此就不能算回归了 反说到这就有小伙伴不淡定了 生鬼都会回归 那老司机去哪了呢 这样还用问吗 老司机自然是在开车呀 虽然不开赛特朗了 但这不是有物资吗 而据小城所知 像竹内梁真 千田上辉等这些大牌 那时候也是圈内的大盲人 因此荡期这一块剧组很难协调 说白了就是请不起 毕竟能请回来五位已经算是谢天谢地了 大家的要求也别那么高 不过搞笑的是 当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竟然还问问小魔王为什么没来 这部剧在拍摄的时候 小魔王还是一张设计图好吗 别拜托这位小伙伴在看剧之前先去了解一下骑士的登场顺序吧 不过说到这些主旗最经典的镜头 还得是骑着摩托车喊口号的画面了 这里小城也考考大家 画面中一共出现了几位骑士 傻伸的登场同样很有代表性 凭着他的神人之躯 一脚便踢出了恩尼格马 从拍摄现场我们也能看到 这一脚他并没有使用威亚等道具 而是直接起跳踹过去的 怪不得大家都说 这是上二书世界的主旗 不过既然你都那么厉害 还变身干嘛呢 皮套要实际的多余的话 可以给小城寄过来啊 千万别因为这个影响了自己的发挥 二 安库和印斯的对戏没有一场NG 为了避免大家接下来太过伤感 小城先送上结婚鸟的开屏画面 祝大家喜喜快乐 不过这波怎么解释兄弟们 时隔多年再次回归的他们 所有的对戏竟然全都一次性通过 不仅看待了小城就连导演也沉默了很久 这些台词和动作在他骨子里刻的有多深 才会如此熟练啊 正如大家所见 因斯第一个拍摄的镜头就是在这熟悉的桥底 当他登场的时候 二叔便和他寒暄了几句 大概意思就是保你吃了吗 哦 我吃了 你吃了吗 说还没呢 还没呢 要不晚上来我家吃饭吗 虽然意思看起来是圆肉了那么一点 但丝毫不影响演技的爆发 当安库出来的时候 眼泪呢是说流就流啊 小城这才明白 原来并不是动大妈在撞我们的眼泪 而是演员本身就十分具有代入感 这才和观众产生了共鸣 也是这两样的回归 让这部剧成了不少观众的心病 当你看到他抓住那只手的时候 心里还在暗自开心 觉得编剧还记得有个坑咬天 可专案之间结局又告诉我们 有你的明天 还不知道是哪天 而到了十周年剧场版我们在恍然大悟 原来那一天是不存在的 怪不得观众都被到处阴影了 你看到安库或者隐私 就想要对编剧说些什么 而看过该剧的小伙伴都知道 其他回归的主题都是圆满结局 欲成返回大天空寺 陪着小尊 傻生也在太阳下呼吸着新鲜空气 四载则的当上了老师在举办社团活动 而有梦和帕拉德异地恋之后也再度牵手 唯独因此很安酷 但是回归一次分开一次 怪不得炸毛兔是在这部剧场满灯场 小城总算明白他的含义是什么了 全都是泡沫啊 兄弟们 又终于知道为什么一种出场的时候要在巷子里尝一口自己泡的咖啡了 因为就像他说的一样很苦啊 更明白为什么吃别龙就算换了一个世界 也是还在不停的吃别 因为他想告诉我们真的很痛啊 不好意思过分解读了 都怪我这该死的才华 但不管如何 这部剧场满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无论是剧情上的紧奏感还是场面上的震撼都完全在永恒之上 至于这个心病就得靠自己慢慢消化了 三 欲成迅服弹力斗 说到东大妈在这部剧中玩的梗 那简直是花样百出 比如战兔对希帕拉德的时候 互相说了句红蓝相见的骑士 哦 我们 赢了一口自己泡的咖啡之后 说了一句很苦 甚至在听到卡带有副作用之后 赵人毫不犹豫就拿着上了战场 而除此之外 剧中也有很多爆笑场面 小伙伴你们能想象当满腹金龙的欲成 遇到拥有神之才能的瞎脚时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这部剧就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瞎脚的出场无可厚非 自然是要贡献研绎的 而玉成的出场就是为了征服神奥兰 在这部剧中有一个镜头 那就为了对抗心灵奔原体 大家请求瞎脚量产相应的卡带 而此时的虾脚有一辈子有才华所折服 开始原地鬼畜起来 为了让小伙伴的视觉效果更加真实 小声就直接放花絮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现场效果可比剧中来的更直接啊 而且整个过程非常连贯 感觉他能一直这么笑下去 没有一秒是多余的 小声记得吃别龙在剧中说什么来着 原来他在现场也是偷着笑啊 不过话说回来 确实没人能顶得住虾脚的眼影 就在大家拿虾脚没办法的时候 玉成突然站了出来 并表示愿意为大家强妖除魔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和谐的一幕 而在花絮中我们也能看到 面对虾脚的最后一波输出 玉成那可是憋了很久 直到导演开始喊咖 才总算笑了出来 但不管如何 他的成功讯服了虾脚 不愧是充满智慧的大师啊 而全程在笑的友们 最后在下脚杀青的时候 还亲自送上了鲜花 怎么你就忘了当时他是怎么对你的了 而看过该剧的小伙伴应该都有这种感觉 那就是吃别龙踩着全剧的核心 因为编剧安排了这么多场战斗 包括几位前辈的回归 都是为了让龙我明白作为骑士的意义是什么 那就愿意为别人而战斗 这也就为他在tv中的高光时刻埋下了伏笔 不过更搞笑的是 在电影中当他明白这点的时候 观众们都以为他要开始大干一场了 结果没想到 他只是跑去给战图送了个装备 马上最终boss被消灭的时候 吃别龙才刚打完两个小兵 并且还累倒了在地上 兄弟们可别学吃别龙啊 毕竟男人不能说不行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我是小城 一个绝对不会偷跟着男人